打这个鱼呢 在最关键的成长期 把它放在里面 进行低温的培育 感觉这个鱼确实是 每天在运动的感觉 好 到了 上上来了 你要掰一个 可以了 终于成功了 看到吗 海胆 快动呢 鲍鱼 石斑 龙虾 海胆 这些粤港澳餐桌上 常见的海产 事实上 在常年炎热的 中国南方地区养殖 是有季节性的产物 它们更适合生长 在比较冷的水域 然而 有一帮从事 天然气能源行业的 技术工程师 却在天然气站里面 建了一个 冷水海鲜养殖系统 给这些名贵海产 提供了一年四季 都可以养殖的地方 理工男搞养鱼副业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哇 这个色泽很好 嗯 很筋道 香 很Q弹 嗯 感觉这个鱼 确实是每天在运动的 绝对是可以做 刺身的材料 经过鉴定 可以给一个五星好鱼 好香啊 吃海鲜在南方地区 不是什么稀奇事 但餐桌上这一道道加油 不是我们在普通饭店里 看到的海鲜 而是喝上了净化水 住过空调房 还用上了跑步机的 优质海产 这里是位于深圳大棚的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也是中国液化天然气 供应量最大 也是最早的接收站之一 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 液化天然气 在这里接手转送 但今天我们不是来研究 天然气产业 而是要来看看 这个天然气站里面 工程师们搞起的一个副业 冷能养育 我们的整个接收站 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大的冷库 我们就是做这项工作的 我们的液化天然气 理论上它是零下162度 把它从船上通过泵 先打到这个储罐里面 那里面的温度 就是零下162度 然后再通过这种泵 再抽上来 到这种前面 咱们看到有一些 像房子一样的建筑物 那个就是我们的海水气化器 在那里面 海水要跟我们这个 这个液化天然气 进行热交换 把它变成天然气 这个水经过 这个物理变化之后 海水的温度 就会降低3到5摄氏度 海水是从那边海里面 冲过来 然后从上面淋下去 它是为了增大 它的接触面底 这样换烟效率会高一点 这个我们从上面 应该看得很清楚 飞流之下3000尺 虽然没有3000尺 这个有六七米高 可以用来冰可乐 大概15度 这个海水呢 就是从上面 喷流而下 然后跟我们 天然气的这个管道 进行 所谓的这些管道 就是这些换热器 跟暖气一样 在这里面呢 液化天然气 然后这个水换热之后呢 就凉了 说燃气站 接收了 液化天然气之后 要把它 成气体 才能输送给 而这个过程 会产生巨大的 而用来给 液化天然气 正是在这一带 天然汲取的海 用完之后 以海放回大海 但是 能源 还可以有很多用途 大房接收站 在2023年 处理量超过800万吨 大量被冷却的海水 二次利用 就会造成很大的能力 循环利用 可不可行呢 把这些冷能源 循环在 工程师们决定 用这些冷却的 水换热 我们的鱼呢 从小养到大 我们是在把这个鱼 三件的成长期 把它放在里面 这样的话呢 鱼是相当于改善 它的肉质 鱼了之后呢 包括我们浮以 它这个鱼的肉质呢 就更加滑坛可口 非常地好吃了 对于年平均温度 测试度的深圳来说 这个夜 每天产生大量的低温海水 中非常珍贵的冷能资 养殖高经济价值深海 条件 但拥有冷 直接养鱼了吗 其实水 非常重要 2022年 获平中国首批美丽海 近岸海域的水质 达到国家 加上工业 冷却的能源资源 养殖的便利条件 我们的海水 就从这里抽上来 然后 水质区 您看这边的海水 几乎可以透 真的好清澈 看到吗 水质就是这个标准 我们在生产工艺的 没有这个养殖 我们也要往这个 我们会垫解海水 会产出 绿酸 然后呢 会对 经过灭菌的处理 因为 水呢 如果不经过灭菌处理 很多海离子 或者贝壳 不做杀松处理的话呢 它就 包括表面 就是浮浊 涨 影响我们设备的运行 所以这个水呢 几乎 几乎 几乎之后呢 它没有细菌 我们就不需要去放这个鱼 但因为 就可以直接饮水养鱼吗 水温把控 其实也是影响品质 接收站团队 开发了 和水温调节系统 充满活水养殖系统的运行 接收站可以24小时 源于 低温的水资源去养鱼 实现了这一些冷水鱼 水温的供应 水温在 可以保持在15到25时 养殖的综合成 少了约30% 这样的 如果像现在气温比较低的话 把水开小一点 它水温 像现在沟里面的水温 大概 我的这个水温也17度 调节的 如果到下 我那个抽过来 要把水的流量还大一些 看到这个水温表 这个 咬鱼的这温都差不多了 这个水温就这样来调 是环境和条件 但这 适合养什么样的海产呢 负责人说 生长在低温水域 肉质极佳 营养 但因为生产周期长 产量是 成本等各种原因 而第一期实验的季节处于 主要先来尝试一下 鲦鱼 鲦鲦 鲦鱼和海胆 这些偏好 价值品种 一般 长不了海胆 因为温度比较高 这个刺就会掉 温度的问题 它要持续在什么 它在一个比较低温的时候 生长发育 一般是在冬天 我们这边 就是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夏天的海胆 基本上里面是空的 没有什么肉 那如果是在这种 夏天可以养吗 常年养 都可以养 我们可以把温度调 一般是22度 22度左右吧 原来它在广东 它需要有一些低温的环境 一些比较适合养殖的季节 我们这个养殖人 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可以做 跨季节的一些培养 低温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 相反的这样一个配置 那龙虾像 放进去的呢 这个放进去三个月 三个多月 三个多月前它有多大 那个时候大概是 二两左右吧 二两是 这么长 这么长 现在已经有 里面发育了 怎么没有看它 这个是膏 对对这个 黄色 它养不好 它绝对不会发育 所以看到膏就说明它 是环境适合它生长 在天然气接收站里面 是养殖区 技术团队其实也 终于养殖区 我们在 区域进行养殖 那么所有的 设备都是需要防暴的 上次都进行了一个 技术一年 工程师都技术一个 很大的探讨 在设计上都有一些 保守的一些考量 养殖影响我们的主业 我们也是做足了功课 这个项目正式投产之后 产量单单在这个实验 达到十万斤海产 加一百元人民币计算 经济效益 一般稳定 而在接收站外 180亩冷海水区域 也用起来 养殖规模可以 正经以上 年产值估计 我们做农业做养殖 天气啊 台风啊 影响很多 这边的供水系统 包括点盘 超水系统啊 这个冷源 定性非常好 我们都讲农业 靠天吃饭的 所以 可能就很容易就 先是 不用担心他 因为他们要确保 稳定性 所以变成了我们 我们目前所利用 直战到我们现在 所有冷能的办法 甚至还不到 还没有被真正的运用 我们国家目前 人计人 重要的一个能源 和准备舰的 我相信会超过四十个 同等海域的 有二十多个 我们 冷海水气 可能跟我们的海洋 环境不太一样 但 同等海域 我们的NNG 在这个范围内 如果 就有非常大的环保 这一个海边的 液化天然气 可以对外输送 六百万到八百万 而它经过 利用 要排入大海的 这一些 如果重复再利用 用来发电 所创造的 这个电能的 达到超过六千万人 当然 这些冷能的 还可以做 例如 像我们今天 所看的 一些冷却后的海水 在台湾 多年前 也有 冷却后的海水 通过管道输送 去使用 但在中国大陆 海产的养殖场 直接 在 液化天然气 站内 今天 是第一次尝试 那么这种模式 可以复制推广 到其他的 液化天然气 这样去用呢 还能不能 产生规模呢 未来还有哪 场景可以拓展呢 这些都 期待 标准 这种质地的过程 会消耗比较长的一些 使用量的好 我们很难有标准 这不是一架大 而是一架载人飞行器 二月底 这一架 是电动垂直起降航 成了全球首次跨城 需要两到三小时时间的路程 20分钟 从空域管理上来说 也是 是融合空域的 在三千米上了高空 的固定椅 运输航空的客机 当时 再往下 一千米 是有直升机在运行的 我们两架 这个编队的 EVITO在 再往旁边还有 大疆无刃机 这种消费性 在记录 在拍摄 可以这样 高度查里面的 不同飞行器 无人机 直升机 热气 都属于低空飞行器 指的是距离正下方 地平 距离在一千米以内的空域 低空经济 就是依托低空 各种有人驾驶 或者无人驾驶 低空飞行活动 带来商业驾驶 模式 而EVITO 是近两年的行业新冲 EVITO 是空间内和成绩点 的空中运输问题 可以用 景区观光 城市交通 它使用的是 而且噪音低 安全性高 目前在中国内地 EVITO还处于 有超过20家企业 正在做 这款EVITO 深圳到珠海的首次 飞行器上 可以坐五个人 飞行高度是100米左右 它配备的电池 是有160多 的航空器 在满 基本上可以 飞到一个多小时 那么 我们比较安全的 一个有余量的飞行 200公里 那么去年 在二月份 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 轻载 达到了单次充电 250 这个航程 也是超越了 世界纪录 和EVITO 怎样保障安全 也是 最多的方面 上面有十个生命的 这个 任意换一个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模组 也是分布式供应链 模组 都是独立地 向所有的动力 所以任意一个 电池模组 它不会影响 剩余的 所以 低噪音 低维护成本 安全 等等 这样的特点 让 未来能够 成为 这个 这种 出新工具 也只有这样 改变 真正人类的交通 因为只有 其他 能够 改变 未来 进行 在 商业化运营 规模化运营后 价格 在 300元左右 低空经济 是近两年 最 2023年 中国的 会议 把低空经济 却 战略性 新兴产业 更多的关注 目前 中国 省市 都在积极布局 与低空经济 今天呢 我预约 要带我去体验 一趟 内地 首次开放的 地区的 低空飞行 先上 所以这里 六个人 我们往南上的方向 现在我们从 到 中间 去 切换 南上去的方向 地空经济发展 最被看好的城市 目前还要数 广东的深圳 毕竟它是 全球无人机 研发生产 最早起源 和发展 最好的城市 现在的深圳 无人机送外卖 还会引起一些人 好奇 拿起手机拍摄 但这早已不算罕见了 这里是深圳 科技企业 聚集的南山区 公园外下午三点 虽然还下着小雨 但还是时不时 有人从无人机 配送的快递柜里取餐 选好外卖餐饮 杨汁干露 选择无人机配送地址 好 我从无人机 那我再用个红包 提交订单 那还是很便宜的 14块5毛6就可以提 我们是有专门的取餐员 从那边取 一般来说 也是差不多五分钟 然后送到起飞点 起飞点打包两三分钟 然后再起飞到这里五分钟 就二十分钟内可以送的 大约15分钟之后 外卖就通过无人机 送到了外卖堆 首先这个开箱处 是一个魔术贴 然后打开 我们看到 它用一个固定方法 这是刚才点的养殖甘露 因为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是一个标准 它是循环使用 所以它让我们 在把它固定以后 放回这个回收箱 我们就按照它说的 然后就放回回收箱 小朋友一般比较心急 这种东西 我们会无定期发放一些测试单 就无人机它会直接飞过来 小朋友看到了 他就想再看一下 他就会叫他们的父母点一下 一般都是说挺好玩的 节价是一般一天都会100多档以上 比较大型的 比如说端午节 这些一般都会200多档 到2023年年底 在深圳 无人机和无人机相关产业链企业 1730家 这些企业可以创造 960亿人民币的产值 本地生产的消费级无人机 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70% 工业无人机则占到50% 要发展低空经济 低空空域的自由度是一个关键因素 在业内人士看来 深圳在这方面有比较大的优势 现在本地已经开通了多条直升机空中观光线 空中旅游也越来越火 李嘉华就是一位直升机机长 通常会有乘客上来好奇这些飞机上的各种仪器仪表按钮 大部分人都非常好奇 也有很多人问这个飞机有没有自驾 一般进行空中游览的直升机是没有自驾的 但像这种执行商务飞行的是有自驾的 大概是有几大类了 一类是纯粹 就是对这个飞行很热爱 然后想从空中俯瞰这个你生活过的这个地方 就纯粹的想看想体验这个飞行 还有第二类的呢就是好多情侣 情侣他们想做一些浪漫的事情 那么我也遇到过很多在空中求婚的 目前成功率是100%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在深圳打拼的很多优秀的年轻人 他们要把他们的父母要接过来 广州的呀或者潮汕的呀 对长辈的一个销声的体现吧 有很多 像这类客户呢他就会上来就会非常关心 我们飞机飞行员的技术是否稳定啊 直升机来运营低空的出行 我们认为这是初期阶段 可是未来以后的野头就要去迭代直升机 这是个必然的一个趋势 当然从功能上来讲 直升机在城市中更适合于用来做应急救援 因为直升机救援呢 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救援行动 但什么时候能用到我们直升机呢 就是我们这个山源的地理位置 以及它的山勤的严重性 那在无法快速到达以及无法快速撤离 还有就是山源情况严重的情况下 就会使用到我们直升机 李翔五年前开始从事医疗转运 和直升机救援的工作 到现在他已经出了32次任务 挽救了34个人的生命 这个是我们这个空客135的这个直升机 那这台直升机的话呢 它是医疗和救援这个综合型的 那大家看到这一个呢 我们叫电控脚车 那它的话呢 这个承载的话呢 是272公斤 那我们这个长度呢 是90米 当然我们不会完全使用完这个90米 我们的这个作业高度 我们会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呢 去做出这个调整 那这个呢 大家看到这个挂钩 就是挂在我身上的安全带上面 然后对 在特殊环境下 我就通过这个挂钩 然后将我放到这个特殊的这个山上 或海上 然后进行这个这个实救 那我们里面的话呢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台医疗机 所以大家刚刚看到那些医疗设备的话呢 都可以放到我们直升机里面 那我们就形成一个空中救护车 政府到民间 对低空经济日益开放和看好 救援人员的直观感受就是 低空飞行的协调机制 更加顺畅和便捷了 我们是开通的这个绿色通道 所以在我们接到报警的时候 我们可以15到30分钟里面 这个飞起来 那飞起来的同时的话呢 我们这边我会同时这个跟医院 然后还有各方面 有我们的指挥中心 跟他们沟通 那医院那边就会做好地面 或者是这个楼顶的机器准备 然后其他部门呢 会协调其他这个事项 和开通绿色通道 就是从启动到结束 我们的任务就是可以 一路非常的顺善 2024年2月1号 内地出台的第一步 低空经济法 深圳经济特区 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 开始实施 这个条例从基础设施 飞行服务 产业应用 技术创新和安全管理 等多个方面 规范了深圳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 那么现在到了这个 双业化运营的结果的话 我们要考虑它宰货 在城市内 城市外怎么做 宰客宰人 在城市内甚至跨区 怎么去运行的问题 所以商业化的运行 我想一个是 随着我们技术的创新 能够降低更多的成本 另一个方面 就要考虑到制度 给它多少空间的问题 所以我们刚才讲 立法和标准的制定 可能要赶上 技术发展这个步伐 我认为这个是商业化的 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专家们 技术人 都是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 不解决好 没有解决方案 都是不能飞的 所以社会的接收度 媒体的接收度 公众的接收度 需要培育 成长 有个过程 我认为这个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 根据粤港澳权威研究机构 发布的白皮书预测 到2025年 低空经济对中国内地 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值 将可以达到3万亿到5万亿人民币 如果说一个产业是一个主导产业 它应该占到GDP至少5%以上 那支柱产业可能要到10%甚至15% 是吧 那么从目前的这个预测的规模来看 全球的这个低空经济 包括同用航空的这个市场规模 应该是超过10万亿的 但是如果说把它要做成一个支柱产业 那我们跟这个全国的GDP规模相比的话 它这个比例还是偏低的 但是呢我们毕竟看 它的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那13-5期间假如是有10%左右的这个增长的话 我觉得14-15可能会有15% 甚至20%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这个速度 所以我们看从通用航空的这种体量上来说呢 它是完全有希望做成一个主导产业 改革开放40年啊 房地产 汽车 家电 这个经济简单好做的 我们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通过系统模划 难做的是未来新的增长机 我认为低空经济 我们的通用航空产业 就是属于难做的大系统 需要政府各个相协同相关来协同发展 所以这个方面呢 未来政府要证实这个问题 产业各个环节要证实这个问题 我们工作和媒体要证实这个问题 接着为您播出 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